慢生活 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近日 王祖兰妻子李亚南被媒体拍到独自挺着运渡带着女儿外出 画面中的李亚南戴着口罩 神态略显疲惫 身穿深蓝色连衣裙 可以看出肚子已经明显隆起 随后李亚南带着女儿来到一家亲子会锁门口 挺着好几个月运渡的李亚南一手拎着大包小包 一手抱着女儿 直到会锁门口才放下女儿进门 对于李亚南在运期还要独自拎重物 抱孩子 不少网友都表示略显心酸 表示孕妇实在是不容易 对李亚南表示担心 也有理性的网友认为 就算是夫妻也不能每天粘在一起 不应该以偏概全 此前 王祖兰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官宣 妻子李亚南怀二胎的喜讯 获得大家的祝福 视频中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非常的温馨 而在孕期的李亚南和丈夫王祖兰 共同参加了一档亲密关系观察类真人秀节目 获得了大量关注 在第一期的节目中 李亚南专注带女儿 而王祖兰则包揽了家中的家务 称 原来站着这么久 腿会酸 你们真的好厉害 表示做妈妈真的不简单 但同时 节目中王祖兰和李亚南聊天时发表的言论 却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王祖兰表示 自己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在他心目中 这样为家庭付出一切 就是女人美 并称赞李亚南做饭的时候很美 并表示 如今这种拥有传统美德的贤惠女人不多 但是自己却找到了 王祖兰的这一言论受到了网友们的强烈质疑 认为王祖兰将女性做饭 带孩子 视为女性的传统美德 是严重的大男子主义 不少网友为李亚南抱不平 其实 王祖兰的本意是想要称赞李亚南 可以看出 李亚南对丈夫王祖兰非常的了解 在听到王祖兰夸自己好美啊 李亚南也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实际上两人感情也非常好 李亚南在婚后将重心放在家庭 少有影视作品 出席活动和综艺节目 也大多是和王祖兰共同出席 在节目中更是无时无刻不再秀恩爱 生活中 李亚南在社交平台中发布的动态 也大多数和家庭有关 在今年的520 李亚南也发布了和丈夫王祖兰的合照 看得出来非常的恩爱 李亚南和王祖兰可谓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无论在节目中还是生活中都可以看出非常的恩爱 不过李亚南作为孕妇 看孩子之余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才行 在综艺节目《会做饭的男人》中 王祖兰和李亚南这对夫妻的相处状态 不知道让多少人都羡慕 节目中李亚南是一个非常顾家的女性 简直就是标准的贤妻良母人设 观众们都忍不住纷纷羡慕王祖兰的好运气 能够娶到这样一位人美又顾家的老婆 李亚南和王祖兰前段时间也在社交平台上 公布了怀有二胎的好消息 这个家庭马上就要更加幸福了 可能很多观众仅看王祖兰和李亚南的外表 认为两人并不是非常般配 但是两人就是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 李亚南之所以会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王祖兰 也和他的才华与顾家分不开 两个人都是家庭观念非常重的人 在性格上也是非常互补的 李亚南是妥妥的女神级别的人物 性格非常温柔也有些内向不爱表达 而王祖兰就是非常有才华 各种才艺都是一学就会的 在生活中可以经常给李亚南带来惊喜和快乐 有一段时间王祖兰放下了所有的工作 专心在家陪老婆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 李亚南自己在家太孤单 有一些情绪压抑 导致了抑郁倾向 为了帮助老婆赶快走出抑郁 王祖兰抛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也确实是好男人无疑了 这也能够证明李亚南当时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李亚南对王祖兰的感情已经形成了依赖 没有对方在身边就会感到空落落的 在家中李亚南也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存在 会把家里收拾得紧紧有条 在节目中王祖兰要接手老婆的工作 开始包揽家务的时候 和老婆先检查了厨房的一些用具 王祖兰发现一些家具因为天气的原因 都有一些发霉了 于是王祖兰和李亚南进行了厨房的大扫除 和很多家庭的夫妻相处状态不一样 王祖兰和李亚南的相处 真的是相敬如宾的那一类 王祖兰说的一些话 李亚南都会非常同意 因为厨房用品发霉这件事情 李亚南还非常温柔的对王祖兰说 还好你发现了 其他看到这一幕的嘉宾们都忍不住表示 李亚南也太温柔了吧 除了温柔 李亚南也是一个居家小能手 还能用的东西一定不会随便扔掉 厨房里的刀因为长时间接触那个发霉的木板 也需要用热水杀毒清洗 李亚南还以为王祖兰要把刀也扔掉 就非常心疼地表示 刀还是好好的 不愿意扔掉 很难想象一个女艺人在家里生活的状态 能够那么贴近现实 王祖兰对李亚南的感情 即便是结婚那么多年 也一点没有变化 甚至两人的感情是越来越深 越来越懂得珍惜彼此了 王祖兰对李亚南的评价非常高 在他心里也是非常幸运 能够娶到这样一位好老婆的 就像是王祖兰自己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 他的传统思想来自于家庭对他的影响 王祖兰的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家庭妇女 在有了家庭之后 就为了照顾整个家 丢掉了外面的工作 全身心照顾家里人的衣食住行 准备好一日三餐 包括王祖兰的姥姥也是这样的 在他看来 这样的女性是非常美的 这些美德有一些是需要传承的 但是现在的社会中 女性们很多都要求独立 很少有女性愿意为了家庭 牺牲自己或者丢掉工作 所以家中的孩子就没有人专门照顾 孩子的成长与教育问题 成为了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王祖兰看来 李雅南身上可以让他看到 妈妈和姥姥那一辈的影子 为了照顾家庭可以牺牲自己 王祖兰解释道 他是一个传统的男人 但是他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 他也许不会在李雅南原因工作的情况下 依旧把他困在家里 而是他喜欢李雅南 为家庭可以牺牲那么多的品质 其实所谓的传统和大男子主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认识 也许王祖兰在节目中的说法 很多观众是不能接受的 传统美德是需要传扬 需要继承 但是不意味着女性一定要被困在家庭里 而没有了自我 即便是李雅南这样一位王祖兰口中的贤妻良母 也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会去工作的 毕竟现在的时代已经变了 女性的思想要独立 改变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工作 有了工作才能够物质独立 进而精神独立 但是不得不说 王祖兰和李雅南的相处模式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这种彼此都愿意做出牺牲和让步的家庭 才是最平等和谐的吧 最好的夫妻相处模式是什么样的 我懂你的辛苦付出 你懂得我的不义和坚持 这就是婚姻中最美好的模样了 王祖兰和李雅南为我们诠释了夫妻最美好的模样 哦